结婚邻居大家好啊 周末还不回家休息啊 啊 我媳妇 喂媳妇 啊 今天什么日子啊 今天是周末 今天我值班 今天我生日 哎呀 我都忘了 怎么的 晚上还要炒几个好菜隆重庆喝一下 炒什么呀 大葱蘸酱 鸡蛋炒大葱 葱炒羊肉 好不 你等一会 我有点辣眼睛 那个 我跟你说啊 吃啥不要紧 明白不 主要是你把妞妞啊 哄着了以后 咱俩说了 哇 我天 这就很幸福了 啊 我跟你说 这事别跟别人说 明白不 啊 家里人都挺忙的 好嘞 嗯 你把他玩了 赵经理 Happy New Year 怎么的 你要过新年的你啊 啊 不是 说错了 那个是 Happy Happy Birthday 你还记着我生日呢 当然了 赵经理生日我能记不住吗 是不是 来 赵经理 啊 看 呦我的妈呀 这什么 镯子 送给你一个镯子 不是 你别这样 你俩大老爷们 你送我个镯子干什么玩意 我跟你说 我情感的接受不准 你戴上我 你给你戴上我 这人的你修正 不是 来 戴什么玩意 戴什么玩意 我戴上 你说你 你送我个镯子 什么意思啊 那个 不是我送你的 是门口的玉器店 那个张老板送给你的 张老板送我的 啊 不行 这可不能收 赶紧给人送过去 不是 送给你的 是卖给你的 卖给我的 啊 这多少钱呢 一百 哎呦我的妈 咋的了 这么贵啊 啊 哎呦我的妈 一百块钱 他什么意思 卖给我这个 哎呦我的天呐 这有故事啊 啊 我跟你说 你要听了 你肯定得买啊 啊 玉器店的张老板啊 由于他资金周转不开 嗯 店呢 马上就倒闭了 啊 就差这一百块钱 店就 我一想啊 我们招经理什么人呢 我们招经理愿意帮助别人呢 是不是 热情长啊 我咔我就给收了 你就得买 哈哈哈哈 我跟你说 小鱼啊 哎 我发现你最近啊 进步的很多 爱心满满 这就对了 赵经理你带的好啊 行 这是我买了啊 但是这一百块钱 我这我没这么多呀 我一个月就五十块钱没花钱 这个月算是一分钱没花 就五十啊 哎呦我的妈呀啊 啊 堂堂物业大经理啊 一个月收费五十 你呀 你现在是个单身狗 对吧 你是一人吃饱了全家服务 对啊 小鱼啊 哎我跟你商量个事 你说你借我五十块钱 下月我那您花钱下了以后我还给你 没问题 好好好 来 四十二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你这还没我多呢你这个 我现在不是单身狗吗 啊 我要像你是这一对狗 我不就有五十了吗 哈哈哈哈 啊 拿拿拿着 五十加四十二九十二不行啊 这还差八块呢 这么大窟窿怎么堵啊 哈哈哈哈 也是哈啊 哎 赵经理你说这样行不行啊 咱跟张老板商量商量 说这镯子 咱不要发票了能不能抹八块 哈哈哈哈 再送瓶可乐呗 那这太好了 你跑这吃饭来了呀你啊 哈哈哈哈 这样啊 还是动用一下我的私房钱吧 哈哈哈哈 看看 看着吧 我就说 肯定有小金库 吃点 好得了了你还 看着呗啊 看着呗 咱们赵经理是不啥 你踏着个瓜子 你看着呗 藏着多隐秘 赵经理 哎 瓶子哎 不是你那钱 藏在哪个瓶子里了 不是 什么 这不就是钱吗 我跟你说 这就行啊 这这一个瓶子好几 你对不到 慢点 还有巨型的出来呢 哈哈哈哈 再再再你说 先先先先 等会 这小区里边 这是啥啊 这不是瓶子吗 小区里边经常有人就乱扔这个 我没事就把它收起来 完了以后呢 那收破了的老刘来了以后啊 我就把这些瓶子送给他 今天下午老刘正好来 我就不送他了 我这回我把瓶子卖给他 不是 你这些瓶子能卖八个钱吗 没事 我到时候我跟老刘打一打感情牌 你过去吧 哎呦 这这谁的 我的 门口张老板那个一期店买的吧 哎 啊 哎你咋知道呢 多少钱买的 一百 一百 哎呀 干嘛 一百块钱买的 什么的 他怎么会是一百块钱呢 啊 二姐夫 是这么回事 一期店张老板呢 这个由于资金周转不开了 便马上把你 就差这一百块钱 就能把店救火 晚上呢 我们超经理就给买了 嘿嘿嘿 哦 这么回事啊 对啊 哎呦 大姐夫 哎 你说你这个一百块钱 买这么个大物件回去 你媳妇 大米粒 她能高兴吗 只听事就急眼了 但是没事 我回去做一下 她的思想工作 大姐夫 你这个人啊 反正是小区 不管谁有了难啊 你就会帮忙 对 这一点值得 我们所有人学习 但是小脸 你这次做的也不错 爱心满满的 但是鉴于你们两个的 这个经济实力 肯定不行 是吧 那这样吧 你们把爱心都传递给我 好吧 哎呀 我给你们解决了吧 什么意思 来这是一千块钱 好 哎 哎 一百块钱 你给那个玉蜂店张老板 剩下九百块钱 你俩分分 好啊 哎呦我的妈 哎呦我的妈 一百变一千了 啊 顺芬 哎 顺芬 哎 顺芬啊 啊 我跟你说 怎么了 我发现你这个人呢 啊 越来越好 爱心满满 好 这跟你学的 咱不会变了这事吧 我要是后悔 我是你孙子 我管你叫爷爷 这道理你听见没 听见了吧 他要后悔 我就是他爷爷 都听见了吧 哎哎哎 高刚子 哎 这事你也不能后悔啊 我不能后悔 我要后悔 你是我爷爷 我是你孙子 行不 听见了哈 听见了吧 听见了吧 走吧 我的啊 好好好 哎呦我的妈太好了 快点 哎 把这个 你这四十二拿走 哎呀 什么 剩下一千块钱 给张老板送过去 不是 这一百呢 给张老板送过去 九百咱俩咋分呢 干什么玩意 都给人家张老板送过去 都是他的 都是人家的 明白了 去 去 撒了吗 哎呀 撒了吗 哎呦妈 你咋来了呢 我送电证书来了 哎 这个镯子电证书 哎呀 那谁 那镯子赵经理收下卖 收下卖 喜欢不喜欢 老喜欢 哎呦 老张 哎 钢子 真是 来来来 快坐这 我跟你说啊 老张啊 经济上遇到问题了呀 你就说 大家帮你 你还用拿什么镯子卖我 这干什么这是 钢子 哎 这就是那镯子的电证书 太好了 那个 把那钱 给张老板 送了 忘了忘了 这个 啥钱 成了吗 卖多少钱 哎 一千块钱 赵经理说 都是你的 不 不是一百吗 整成一千了呢 对 我把这个镯子呀 我卖给钱涮丰了 给了一千块钱 这样窟窿补的 磁磁磁磁的 是 卖给谁了 钱涮丰 钱涮丰啊 啊 哎呀不行 那啥 当着 你给我要回来行吗 那是镯子我不能卖 为啥呀 我这一朝旗啊 那镯子我纳磁了 那是我媳妇的家壮不能卖 你怎么拿错了 你家俩 走 赶紧找钱 把这个镯子拿回来 快去 快去 把这个镯子 我这 我这 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没有 干什么 要过来 求你 要过来 要过来 我想找你的 嘿嘿 建立书是吧 对对对对 一千块钱一千块钱 哎呀 是不是啊 那那那镯子 有这么个情况啊 镯子他就不卖你了 是吧 吃吃吃吃 我钱给你没有 你给我了 桌子是我的 不是 我现在把桌子买回来 一千块钱 后悔了是吧 结婚了你们 后悔了 怎么办 不是 你们别 就知道 你们 后悔 刚才不是说吗 爷爷 爷爷 你给我 我不给这 哪有你 我不卖了 你干啥 不是 不卖 你怎么这样 哎 我的桌子 我的桌子完了 我的桌子 你小脸 哎呀 我的桌子啊 这可不是我啊 不是你啊 你摔的啊 我我我 我 我再看你了 我摔的 我的桌子完了 我的桌子啊 哎呀 张罗伯 你不是 你这要紧啥呀 哈哈 你大老前面 不是一个桌子吗 我呸 一百块钱 这是啥呀 对 他 他不是一百 是五万 五万 嗯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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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小鱼啊 小鱼 就是 老张啊 你别吓我了 这孩子胆小 小鱼 嗯 起来 一百 哈哈 五万 哎呦 不是 一百 五万 哎呦 一百 哎 中 五万 哎 行行行行行行 你们俩点是心情感的这是 来来来 干脆就是 我 起 我 起 我 起 这做好啊 不是啊 小鱼 不是 张经理啊啊 你说这你一个一百 他这一个五万 你说我这 他这个啊 怎么回事啊 啊 怎么回事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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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们说说怎么回事吧 啊 这个桌子啊 我确实是认识 啊 你站好了啊 哎哎啊 这桌子就是五万 行行行 你站好了 前一段时间 我带着二米粒 到那个张老板 那个店里 就去逛过 二米粒就看上这桌子了 哎 我跟你讲过价钱呢 四万八 你都不卖我 哎 一百块钱 你卖我大姐夫 你什么意思啊 张老板 我张啊 你跟我说实话 到底怎么回事 他是真的事啊 这不是吗 我看那小鱼器店 啊 杠子没少超信啊 啊 这不 去年我个个竞赢不善 他不是就赔了吗 当时赔了个底朝天 人家那个房主啊 天天对着我要房主 杠子除面的 给我做蛋宝 然后我那小店是活了 真正异象了吗 你说我现在送你好了 我都忘了杠子吗 劲儿是他剩你 我就琢磨着吧 我先给兄弟一个好物件 上档事 他这银 你给东西他能要吗 指定不能要 我就琢磨着琢磨这么个罩 不是吗 老张 你说你干什么呀你啊 啊 你说你可真是的 我帮你不是应该的事吗 朋友之间嘛 不能拿钱来衡量 明白不 你看你这这么贵的东西 你说你怎么长 你这样吧 回头我回去 我跟我媳妇商量商量 我到时候陪你 好不好 不 我要跟赵经理一起赔 我也赔一点 什么意思 不是 你什么 什么叫赔一点啊 赔一点 是一点呗 啥点 你有钱吗你 你赔 你帅的你 你干什么呀你 你还好意思说别人 你看看你吧 咋的了 这事明明你知道 怎么回事 反正你拿一千块钱来干这事 人家余小俩人家没钱 人家说陪 这是一种精神 看你 你要有本事你说个陪字 我关键叫爷爷 我陪 别别别 我全陪 你拿啥陪 你拿什么陪 张老板 来你好好看看 这个破镯子你好好看看 是你那镯子吗 这不是我的 这是假的 这是我从地盘上买的 一百块钱都不值 假的这是 看好喽 这镯子是不是你的 哎 这个是我的 哎 我把它赔给你啊 谢谢你啊 接放邻居们我赔了没有 他怎么办 我跟你说啊 你这样 这个 其实要向前任分同志学习 向前任分同志致敬 顺风确实是不错的 好吧 就这样吧 哎哎哎哎 什么就怎么样了 什么就怎么 我觉得 顺风 顺风人之恨正的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你叫我什么来着 我说什么了 你说什么 叫我来什么 我什么也没说呀 你说了 我说啥 管他叫爷爷 什么 爷爷 他替我叫 哎 你怎么办事的 哎 那个 张老板 还有点事跟你说 挡着 这钱 那个 是这样 我当了 镯子不归远主 我觉得咱们得庆祝一下 另外你看好长时间 没有去你那喝茶去了 可不得 我觉得咱们得喝点茶 咱俩啊 咱们喝什么样的茶呢 咱得喝有档次的茶 明白 这个档次 他得花多少钱呢 安一千块钱的 必须安一千 好了 是不是 好了 就安一千块 这玩意 好大 定了啊 定了 人们看见没有 人呢 得经常做好事 做好事 心情愉悦 他们凭什么 喝一千块钱的茶 一千块钱是我的 哎 一千块钱是我的